嗨,我是白姐 欢迎来到白姐说古书 不我是非 故因是之事而是之 因是之非而非之 观银子说 圣人治理天下顺势而为 重用大家都认为贤德的人 而不用大家都认为愚蠢的人 圣人是无我的 他不会以自己主观判断是非 而就事论事 按客观的规律来处理 知古今之大同 故或先古或先今 知内外之大同 故或先内或先外 圣人明白 历史是循环的 古今都一样 所以不分古今一视同人 圣人明白 身体内外是一样的 所以没有修身养性内外之分 天下之物无得以累之 故本之以千 天下之物无得以外之 故含之以虚 天下之物无得以难之 故行之以义 天下之物无得以治之 故辩之以权 对圣人来说 他的身体不会贪图天下万物 但他的内心却能容得下天下万物 圣人做事大道至简 再难的事情 他都可以用最简单的办法处理 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 以此忠天下可以治理 以此合天下可以治悦 以此恭天下可以理财 以此周天下可以欲武 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 以此观天下可以治弃 圣人不以以己之天下 而以天下之天下 天下归功于圣人 圣人认功于天下 所以摇顺与汤知治天下 天下皆约自然 圣人不是靠自己来治理天下 而是让天下人来治理天下 人们都把功劳归功于圣人 但圣人把功劳归功于大众 所以摇顺与汤治理国家时 天下太平是自然而然的 天无不负 有生有杀 而天无爱物 日无不照 有言有丑 而日无厚薄 天空覆盖着世间万物 有的出生 有的死亡 都是公平的 太阳照耀世间万物 也是公平的 没有多少之分 圣人之道天命 非圣人能自道 圣人之德实福 非圣人能自得 圣人之事人为 非圣人能自事 是以圣人不有道 不有德 不有事 圣人的道 不是自己创造的 而是天地形成的 圣人的德 不是自己创造的 而是顺势而为形成的 圣人做的事 不是自己做的 而是大家做的 所以圣人没有道 没有德 没做事 圣人知我无我 故同之以人 知事无我 故权之以义 知心无我 故戒之以礼 知识无我 故照之以智 知言无我 故守之以信 圣人无我 所以对待天下和自己 是一样的 圣人无事 所以把做事的权利 交给能做事的人 圣人无心 所以对万物没有欲望 圣人无所不知 所以用大智慧 去看天下事 圣人很少说话 所以说出的话 就是承诺 让人信服 圣人知道 或以人为人 或以义为人 或以礼 以智 以信为人 人义礼之信 各间无者 圣人依之不骄 天下明知不得 人义礼之信 对于圣人来说 是一回事 在他们的心中 根本就没有 仁义礼之信 这样的名词和概念 物以行观圣人 道无济 物以言观圣人 道无言 物以能观圣人 道无为 物以貌观圣人 道无行 不要去观察 圣人的行为 语言相貌 因为你什么特别的 也看不到 圣人的相貌 和普通人一样 圣人几乎不说话 要靠心灵神会 圣人几乎不做事 讲究至为无为 行虽至拙 不离高低 言虽至功 不离是非 能虽至神 不离巧捉 冒虽至书 不离言丑 圣人假词 已是天下 天下名词 乃见圣人 在高明的行动 也有高下之分 在公平的语言 也有是非之分 在神奇的能力 也有巧捉之分 在特殊的容貌 也有美丑之分 圣人 借此出现在 天下人面前 如果天下人 能忘记了 他的容貌语言 行为能力 就见到了圣人 圣人 是风 立君臣 是蜘蛛 立王骨 是拱鼠治理 是战役治兵 众人是贤人 贤人是圣人 圣人是万物 为圣人同物 所以无我 圣人 以蜜蜂为师 创立了君臣制度 以蜘蛛为师 创立了法律制度 以拱鼠为师 创立了礼仪制度 以蚂蚁为师 创立了军队制度 众人向贤人学习 贤人向圣人学习 圣人向万物学习 只有圣人和万物一体 不分彼此 所以 圣人洞察虚空 虚空无我 圣人曰道 观天地人物皆无道 畅合之 始终之 清皇之 卵义之 不爱道 不弃物 不遵君子 不见小人 在圣人眼里 天地万物都是他的道 不管是兴衰成败 还是君子小人 贤人曰悟 悟悟不同 淡淡去之 淡淡于之 短之长之 直之方之 视为悟义也 殊不知 圣人 必杂策 别分居 所以为人 不以此为己 贤人 看世间万物 经常被万物的不同而迷惑 决定这个长 那个短 这个男 那个义 他们不知道 圣人之所以建立 礼仪制度 是为了天下人 而不是为了自己 圣人 至于众人 饮食衣服同也 乌与舟车同也 富贵品鉴同也 众人 美同圣人 圣人 美同众人 彼养其高 是其大者 其然乎 其不然乎 圣人和一般人一样 吃穿住行都一样 富贵品鉴也一样 众人 仰慕圣人 只是来自于众人的内心 对于圣人来说 不一定赞同 鱼欲一群鱼 舍水 越岸即死 虎欲一群虎 舍山入世 即秦 圣人 不亦众人 特物不能拘儿 一条鱼 想和大家不一样 它跳上岸 结果死去了 一只老虎 想和大家不一样 它离开大山 进入城市 结果被人抓住了 圣人和众人 没有什么不相同的 只不过 圣人 不被任何事物 所束缚 道无作 以道应试者 是试非道 道无方 以道欲误者 是误非道 圣人 竟不能出道 以试人 道 没有任何作为 把道 用在一个事物上 不是道 而是事 道 没有形体 把道寄托在一个东西上 是物 不是道 得到圣人 竟然不能向人们展示出自己的道 如中中然 如中古然 圣人之言 则然 如车车然 如车舟然 圣人之行 则然 为莫能明 所以 退天下之言 为莫能知 所以 夺天下之志 圣人说话 像钟一样 没有敲钟的时候 钟 没有声音 敲了以后 声音 越传越远 圣人做事 像车 和舟子一样 不动的时候 安安静静 一旦行进 留下的车辙 会很快消失 圣人之道 道 无法用语言 说清楚 所以 放弃了语言 圣人之道 道无法用聪明才智参悟 所以 放弃了所有的智慧 急驱使蛇 蛇时蛙 蛙时急驱 互相时也 圣人之言亦然 言有无之弊 又言 非有非无之弊 又言 去非有非无之弊 言之如隐俱然 为善圣者 不留一言 虫子吃蛇 蛇吃青蛙 青蛙吃虫子 互相吃 圣人讲 关于道的语言 也是如此 总是存在 吃和被吃的关系 所以 得道的圣人 不给人们 留下一言 一语 若龙若脚 若蛇若龟 若鱼若隔 龙皆能之 脚 脚而已 不能为龙 亦 不能为蛇 为龟 为鱼 为隔 圣人龙之 贤人脚之 龙可以千变万化 可以变成脚 蛇 龟 鱼 隔 但是 脚不能变化 它不能变成龙 也不能变成蛇 龟 鱼 隔 所以 圣人像龙 贤人像脚 在即无拘 行物自着 其洞若水 其静若静 其硬若想 盲乎若无 济乎若轻 同焉者和 得焉者失 未尝先人 而尝随人 道是无形的 人们把它 比喻成其他东西 说它动起来像水 静止时像镜子 声音像山谷的回声 在圣人心中 道是空的 什么也不像 如果你的心和圣人一样 就会明白 圣人动静无心 感而厚生 浑乎阳乎犹太初乎 时金己 时玉己 时分己 时土己 时祥物 时竹物 时山物 时渊物 端乎 泉乎 狂乎 渔乎 圣人自由自在 有时被世人赞美成金玉 有时被世人唾骂为粪土 他们有时飞在空中 有时隐溢山林 有时是达官贵人 有时是疯子傻子 人之善勤者 有悲心 则生欺欺然 有思心 则生迟迟然 有怨心 则生回回然 有目心 则生陪陪然 所以 悲思怨目者 非守 非诸 非思 非同 得之心 福之守 得之守 福之物 人之有道者 莫不忠道 善于谈琴的人 心中悲伤 音乐也悲伤 心中思虑 音乐也思虑 心中怨恨 音乐也怨恨 心中爱慕 音乐也爱慕 这些情绪 并非来自乐器 而来自演奏者的心 圣人的道一样 心中有道 一举一动 都是道 圣人 以有言 有为 有思者 所以同乎人 未尝言 未尝为 未尝思者 所以亦乎人 从表面上看 圣人和普通人一样 会说话 会走路 会思考 但实际上 圣人和普通人 最大的不同就是 圣人不说话 不行动 不思考 厉害心 欲明 则亲不目 咸于心欲明 则有不交 是非心欲明 则事不成 好丑心欲明 则悟不弃 是以圣人魂知 总是计较厉害关系 亲人之间都不会和睦 总是判断聪明愚蠢 朋友都交不到一个 总是计较是非得失 事情也办不成一件 总是在乎美与丑 什么物品也不能拥有 所以圣人心中 没有这些分别心 是知愚拙者望远 圣人之愚拙自解 数不知 圣人时愚时明 时拙时巧 世上的人 愚蠢笨拙的时候 总是希望 有别人来帮他 圣人愚蠢笨拙的时候 总是靠自己来解决 人们不知道 圣人也有时愚蠢 有时聪明 有时笨拙 有时巧妙 以圣师圣者 贤人 以贤师圣者 圣人 和以圣师圣者 寻记而忘道 以贤师圣者 反记而合道 把圣人作为老师的人 是贤人 以贤者之心 学习圣人之道的人 是圣人 只学习了圣人表面的东西 这个人 反而立道越来越远 以贤者之心 学习圣人之道的人 反而与道相契合 贤人 屈上 而不见下 众人 屈下 而不见上 圣人 通乎上下 为其一知 其曰 离贤人 众人 别有圣人也哉 贤人总是讲一些高大上的大道理 而不符合实际 大众 只重视眼前的利益 而不懂道理 圣人 则通达上下 所以 圣人和一般人相融合 离开了贤人和普通人 圣人 什么也表现不出来 天下之礼 夫者唱 夫者随 牧者持 聘者竹 雄者名 辞者应 是以圣人至言行 而贤人居之 天下之礼 夫唱夫随 公的在前面跑 母的在后面追 雄的在叫 词的回应 圣人根据这些 创建了人类社会的礼节 贤人 则将人们的言行 思想 禁锢在这些礼节 律法中 圣人 道虽虎辩 事则憋行 道虽私分 事则其步 圣人的道 虽然能迅速千变万化 但用到事情上 却像憋一样 缓慢进行 圣人的道 虽然非常复杂 但用到事情上 却像棋局一样 井井有条 所谓圣人之道者 忽然 结结而 忽然 彻彻而 忽然 堂堂而 忽然 苍苍而 为其能变偶万物 而无一物能偶之 故能贵万物 圣人的道 能生万物 与万物一体 同时 圣人的道 能超越万物 能将万物 作为木偶一样 来指挥 圣人的道 是最尊贵的物质 云之卷疏 琴之飞翔 皆在虚空中 所以变化不穷 圣人之道 则燃 云的卷疏 鸟的飞翔 都在虚空中 所以 云 才能变化莫测 鸟 才能自由飞翔 圣人之道 也是如此 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 继续解读 《观影子》的 《文实真经》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